中文新世代台中大未来 欢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 我们很文文儒雅很帅气的 我们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 彭富苑彭局长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关于教育 在校园安全 还有一些空间活化 还有完全中学设置等等的一些 我们的一个政策的分享 好那局长刚刚有聊到了 很多校园安全设计的面向 实在是太广了 那还要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关于现在 其实很多都是老旧校舍 那其实我之前在太平 也有听说过很多老师都在抱怨说 我们这个校舍已经老旧好久了 都没有钱来帮我们修 那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局长 我们对于这个老旧校舍的一个重新在重制 重建 或者说维修上我们怎么样来做规划呢 是的我们大概从市长上任之后 104到现在 我们有5年50亿的计划 事实上本来是8年50亿了 但是因为我们原来的副市长 他去当教育部长 临去当教育部长前 市长跟他分享 他从台中市看到有一些需要补强的学校数 可能中央可以来一起合作 那也是对全国各县市的得证 所以部长去了之后 就为全国多争取了180亿 所以使得我们提早完成 本来是8年50亿的计划 我算一算 104、5、6、7、8、5年 我们就可以做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规划下 我们会重建33个学校 有些去改善 然后我们会去打造过 374间的教室的洞数 不是间数 洞数 让这么多的 不管是重建或补强 很快地得到庞大的资源 不再等待 921之后 有一些耐震系数不够的 我们马上来做改善 中间一直改改改改 最后一批 我们觉得还是要尽全力 一下把它做完 所以临市长再花 其实是5年54亿 我们只是对外讲 5年50亿好讲 我们在108年前 全部会做一个处理 这是第一点 针对重建或补强 那接着我要特别报告到 那有一些零星的 比如说漏水 你可能会造成天花板 那个水泥崩落 或是有一些不安全的洗手台 好多 这一些可能看得到的危险 也要改 它不是那种很大型的量体的改 我们也编了 约略有每年5亿元 5亿元逐步来改 那现在已经每年这样投资 连续三年下来改了非常多 所以以上特别就校园安全 从一开始讲到的学生 在学生之间怎么不被霸凌 能够有一个友善的氛围 或是不要让人家闯进去 或是如何让开放的同时 兼顾安全 最后讲到大家看得到的 很多的设施上的安全 由跑道的安全 游戏器材的安全 校舍的安全 到有一些零星设施的安全 整体而言 我们都希望这样大投资 带来给学校 一个非常安全无虞的寿教环境 那我也相信 爸爸妈妈才能够安心 他能够安心的就业上班 小朋友安心的 有高品质的学习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是是 这真的很重要 也是大家都很期待的 好 那再来就是小子化的问题了 不只是台湾 台中也有 对不对 那很多人会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小子化 学生数变少了 那学校就会有多余的空间 可以拿出来 跟公社会一起来运用 这个局长您怎么看 然后台中在活化教室 这些部分 我们又怎么样来做呢 是 主任这个问题 是会有很大的关注 我分享两大点 第一点是 学校的空间 真的有很多 多出来的吗 这个我稍微做一点说明 我在当老师的时候 没有勺子 我的班上 我教的时候 一个班快要60个人 现在的一个班 是20多个人 对 规定是小学29人 29人以上 国中是30人 那整体而言 您看都还是要一个班级空间 所以并没有因为勺子 然后教室的空间 大量的留存 或是闲置出来 倒也没有这样 就每个学生 所享用的空间变多了 因为勺子 让教学品质可以更提升 这第一大点 但终究还是 因为少的还蛮多 有些学校 真的还是有空 那我们做几种用途 第一种 是学校能够办 课后照顾 爸爸妈妈可能 课后还没有直接来接的时间 又不想送安心办 觉得学校是值得信赖的地方 所以继续放在学校 能够看学校 有安排很多好的活动 包含把作业写完 作业指导 阅读或是运动 好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善用这些空间 那最后一点 我要特别 要特别强调到 学校社区化 社区要持续进行一个 变成学习型的社区 这也有赖 学校打造空间 能够多元运用 所以举凡未来我们 设活动中心的时候 或设图书馆的时候 它都能够让社区运用 怎么个运用法 有些开那个门 就不必都开在校内 它可以开在那个马路 来对口 所以整体而言 以后学校 我们设计很多的 多元运用空间 都要朝向跟社区共学 共融 来打造一个学习型的社区 以及社区学习化 学校化 或是学校社区化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棒 因为过去大家可能在社区上 他就会争取我要盖活动中心 那其实你要去盖一个新的活动中心 就会有新的花费出来 然后又可能会变成文字管的问题 但是如果 对 现在都整合了 跟学校一起做结合 其实就是资源共享 非常非常的棒 好 我记得在之前 说到我们的国立跟市立高中 要来改立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度很担心说 台中市政府有没有这样子的能耐 能够把这个整个制度 整个规划 是能够做得很好的 但是我发现 其实听局长这样子分享下来 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是不用担心 我觉得好多面上其实都顾到了 主任这个我特别要说明一下 国立高中职 改立在台中市一起来协助合作 还有我们来 算是整个行政权的统一 那我特别要分享 第一点 经费没有少 教育部原来补助国立学校的 约略62亿到72亿 完全移到台中市 没有少 还外加台中市额外的补助 所以孩子也都嘛是 我已经查过了 大概93%以上都是台中的子弟 所以理当由台中市政府来协助照顾 这个钱没有少还外加 第二个以前只有一个教育部国教署 一个属的组在照顾 我们是用29个局在照顾 因此 今天如果学校的一出来的交通问题 我们他们以前可能要透过国教署等等等等 也不在我们在地 很难直接协助 现在只要跟我们通报一声 我们的警察单位 交通单位 还有教育局都学 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团队去给予诊断 或是包含也许需要耗制 标线或是相关的警察再多增制等等 很快的协助 连外面的人行道 我也补助了好几个学校 市长觉得有些学校的人行道 已经破旧不开 国教署有400个学校不好照顾 他给这个 还有300多个要照顾不容易 可是既然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天天看到有需求 我们只直接协助 所以不管一中 女中 他外面那个人行道 已经很久以来没有照顾 一改例之后马上协助 所以最近如果您去看 女中的外面人行道 长久以来的问题 我们一个学期就解决 那又如特教学校 里面有很多的孩子 那个照顾 如果那个线要 要透过教育局 又要报国教署 这个线很远 或是他要从国教署补助 整个国教署 又教育部很多的单位 太久了 所以直接由教育局来照顾的时候 包含他们如果有一些 孩子的特殊需求 比如说临时要增班 教助员要增加 或是办活动需要经费 教育部要照顾十几个特教学校 我们不用 我们只有三个 三个只要有需求 我们就直接照顾 所以照顾的立即性 我要特别的担保 这绝对有改例的必要 以及学生在受教权上 直接被我们看到 这样立即性的照顾 很容易就来解决 相关学生的需求的课题 所以改例我个人不仅支持 而且有责任要把它做到到位 那当然还有许多的这个大投资 继续会有五年五十亿的计划 来迎接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尤其高中端的部分 会有很多的每个学校的投资 这边我就先预告 一定会做得比原来更好 但是是合作 我们不比较 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 跟我们所有的校长跟教育同仁 一起来为我们的孩子的未来 给他们最好的课程 老师的教学 跟他的学习环境 谢谢 其实最也让我们很感动 就是我们在这个局处 横向的联系上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让教育不再是过去 就是教育局自己在 独揽这个大梁 其实大家一起来做 把教育这件事情做好 然后把学生照顾好 让我们的家长可以安心去就业 然后呢 让我们成为一个一居的城市 尤其我们现在是第二大城了 那我相信呢 不管是之前我们在交通 或是建设上 其实都有很大的能量 其实看到教育 其实教育力更是厉害 希望说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的室友朋友 能够给我们的教育局多多的支持 那我相信我们的局长 也会这个冲冲冲 继续为大家来打拼 要冲 继续努力 那今天谢谢局长您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财政到未来 我们下回见 谢谢 谢谢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